少年人 你终于来了 老朽已经等了多时了 你果然知道我多少来啊 果然这是安排好的游戏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场的戏 不是嘛 不过这是不是安排好的游戏 老朽就不得而知 只是有些人似乎要知道你要来罢了 是谁啊 30年前 武林中冒出来一个言谈举止 都很怪异的年轻人就像你一样 他口口口说声 说自己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叫做未来 然而他已经不在了 什么 30年下来那人又死了吗 那不是死了 按照他的说法呢 他是回到现实当中的 回到他怎么会去的 这说起来就少了 当初这有年轻人 起先武功也只是贫贫 但后来不知有什么纪元 练成了绝世神功 连打败 连连打败武林各大拗手 记下去绣成为武林中一个不败的神话 除了一身盖世武功外 此人还有一个雅号 也就是喜欢无比弄章 据说他在这年间 他便由各地写下所闻所见 最后完成了十四部作品 是的 第一个玩这个游戏的人呢 他叫做扎良雍 也就是我们的金雍先生 你看这个主角他就没看过 这四部作品放在他要离开前 隐秘的地方 共美一届武林盟主 掌管